8月4日发表的移民汇编报告表示 加拿大移民在5年后申请入籍和更换枫叶卡时 不再需要填写他们在家国的居住期 因为加拿大政府将在5年后掌握所有旅客的出入境信息 加拿大政府从今年夏天开始收集加拿大公民在内的所有旅客的个人信息 如出生日期、婚姻状况、职业等 相关规定在明年生效后 加拿大海关将直接从航空公司获得所有旅客的出境数据 加美两国将建立加美出入境系统 两国海关还将交换他们在两国边境收集的旅客出入境信息 加国的入境记录就是美国的出境记录 加国的出境记录就是美国的入境记录 加美出入境系统还有一些其他好处 比如政府更容易发现哪些人预期滞留在加拿大 确认面临遣返的人已离境 方便政府部门审批签证、护照 正式庇护等方面的申请 移民汇编写道 在出入境系统收集五年的出入境数据之前 我们的客户申请入境更换分页卡时 需继续提供完整的证据 以表明他们在境内居住多少天和离境多少天 按规定 如果永久居民没能在五年内入籍 就要延长分页卡的有效期 永久居民必须要在五年内至少住满730天 才可更换新的分页卡 否则政府将撤销它的永久居民身份 永久居民申请入籍时需符合一些条件 在五年内住满三年 18岁至54岁的申请人 需要通过语言及加拿大入籍考试 按规定报税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